鸟嘴坛人工湖用地协议架构引起地方争议 县长林明珍主动邀请双方召开协调会 并获得初步共识 原则上由中区水资局发包委托专业不动产估价师估价 作为协议架构参考 另外针对水质水量保护区 县长则希望水利署能够松绑 以免限制南投县未来的发展 针对鸟嘴坛人工湖用地协议架构的争议 县长林明珍邀及水利署官员 以及鸟嘴坛附近的居民与农库进行协商 原则上已经获得了初步共识 将由中区水资源局发包委托专业不动产估价师公会 估价师估价作为协议架构参考 而针对一级水质敏感区的划定 县府希望水利署能够重新研绎 不要限制南投未来的开发与经济发展 南投县有兴建三座南投县 一个是桶头南投县 极极南投县 还有目前的鸟嘴坛水库 那么这种三座南投县及人工湖 设施下去的话 我们已经在极极竹山这方面的区域都被受限制了 那么鸟嘴坛在人工湖设置之后 同样的我们南投县都完全被限制 剩下只有民间跟南投市不受限制 那么对我们整个区域的发展 对老百姓的潜力关心非常的大 为了防止受环境敏感区的限制 阻碍南投县整体的经济发展 县长李明珍相当忧心 要求中区水资源局能够因应南投县的特殊性 提出解决方案 中区水资源局陈局长认为 保护区的设置有存在的必要 但会就鸟嘴坛的地域性与特殊性再做讨论 我们希望水利署对水库的限制 要尽快的跟营建署来做协商解决 如果这一级环境敏感区 这个限制如果没有解除的话 如果水利署对最方便 还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话 那么这个鸟水潭人工湖要兴建开工 可能还会继续再拖下去 所谓保护区有两种 一种就是水库集水区 一种是水质水量保护区 那水质水量保护区的部分 我们在环品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相关的资料 那这里的地方的水质无语 所以在环品的结果 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化水质水量保护区 那水库集水区的部分 要等这个人工湖盖好了之后 才会有水库集水区的问题 那假设将来这个还是化水库集水区的话 那一般都市计划区的土地是不受影响的 那灰都市的土地只要你是用重来的这个使用 比如说你原来就是种田的 那你还是继续一样可以种田 只要你不去做大规模的这个土地变更 要去新建这个污染性的工厂等等 那那才会受到限制 那一般性的这个坡度在30度以下 你都可以用许可同意的方式来做变更 为了了解谈周边居民与农库的权益 以及南投县的整体发展 县府主动召开双边协调会 进行问题协商 中区水资源局表示 已经了解居民的意愿以及县府的诉求 未来会逐步配合妥善处理